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四处开多, 失导寡座 在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恒新指数前日跌了7点, 收报26,893点 成交827亿 今天是6月份第一个交易日 大期指, 如果市场来说 今天是第二个交易日 即是5月31日那天, 大户已经坠穿了27,000 今天坠到最多是多少呢? 先看恒新指的图 最低的时候, 跌到26,735点 记得最近跟大家一直说 有一个黄金比率的跌幅就是26,733 这个就是去年低位24,540点 升到30,280点 然后回吐61.8%, 0.618 就是去到26,733, 今天差2点 去到这个位, 今天是10字升来的 14天RSI 25.6 不是说这个位就跌完 不过第一个目标位到了 的确是技术上有机会 是有机会弹一弹 但是中线来看 或者现在中短线来看 不要说得那么远 因为现在整天都 每一晚睡醒可能都不同了 有变化的嘛 特朗普随时在那裡 胡说话又会有变化 不过中短线来看的确 今天跌到来 是开始有些差不多 稳定 有机会出现技术性反弹 但是你不要当 就一定是回升 这个叫反弹 不是回升 回升必需要这个 基本因素 有得改善 不只是中美贸易问题 是经济问题 是中国阿爷和美国都要做事 才可以有机会 不是反弹 才有机会真正的升 但是现在的情况 未到这样 只不过是有些回稳反弹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跌了很多 这个第一 第二 内地股市 仍然都一直是守住 讲了很久 这个上升列口这个位置 没有事 打橫行 不断你说 中国很不行 甚至乎 上星期五公布了 那个製造业PMI 跌到下去 49.4% 都是没什么 那天跌了7点 今天再跌8点左右 基本上 牛皮偏远 都在高位那里 放着 这里 我指高位 就是说2838点 反弹以来的高位 不是说这些高位 因为那些是之前的事 现在反弹上来 在这些位那里 就是年日以来的 小型反弹的高位上高位那里 在那里增持 没有什么特别的恐慌性抛售 今天出卖的财新PMI 5月份是50.2 和4月份持平 就比预期好 但是市场都没有反应 基本上点了一月 这样一刻打横走 因为现在要维稳住 人民币汇价 大家说人民币汇价 很死 又是没有死 守住6.92 也跟大家说了很久 这个位置 不要看小维稳的决心 因为这些全部都有能力 可以控制得住 当然 如果你是外围恐慌性 美股大塌 或者外围真的有些很严重的事情发生 那是 是会守不住的 几大都有可能可能守不住 但现在不是这样 只不过是 你有多少人民 如果内地不是很多外资 不是很多A股可以沽 那就维稳住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看到 今天 国企的指数 其实最近也是 跌了到10,400区 又是点月 开始打横走 所以为什么说恒指呢 如果你回到 0.618这个水平的时候 接近这个水平的时候 可能短线 中短线差不多 至于 接着你会问 中长线会怎么样 守不住的话 那怎么办呢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上升列口的 见不见到 1月初的时候 1月8日和1月9日之间 有一个上升列口的 大概2万6千关 如果守不住 这一个 再有恐慌性抛售 下一个浪跌下去 就是回吐下去 2万6千关这个水平 好了 那说了两级 就是第一级 26733这个位 第二级 2万6千关这个位 好了 那说了个市之后 说回今天的题目 四处开拖 失度寡座 说开拖 很广东话 开拖 其实意思就是 打架 撩架喊 那说的也是特朗普 特朗普 真是四处开拖 有些 网民 就说 整天都骂特朗普 那不是我骂他 他真是这样做 你猜他只是 跟中国 在这儿开拖吗 他不是 他又走去 搞墨西哥 是不是 又说墨西哥 他的非法移民问题 很严重 所以就要加关税 就要逼墨西哥 去堵截那些非法移民 那非法移民和关税 真的不是同一件事 总之 谁大谁恶谁正确 他敢要搞他都没有办法的 那之后曾经也都搞过什么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里面 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都被他搞过 是不是 所以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虽然重新再签过 但是突然间又加这个 墨西哥关税 那墨西哥国会都很难通过 看来都 是不是 如果这样搞法的时候 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看来都是冬过水 所以 第一个就是中国 墨西哥 加拿大 接着又搞第四个 四处开拖 第四个是谁 就是印度 又取消了印度的关税优惠 准备又向他那些商品征税 哇 到处这样搞 搞法真是有少少真是欺凌 凡是他觉得看不上眼 和他贸易有问题的那些国家 全部都搞 其实印度的贸易差 就是不是很大的 是不是 你说中国 第一 墨西哥 如果不计这个欧盟 墨西哥 就是第二 日本 还有 接着就是 这个 德国 但是如果整个欧盟 就是第二 那他敢不敢搞欧盟呢 如果真的搞完的话 那很大件事 欧盟和他那些 大家的贸易 是不是 和中国已经搞到这样 现在 全世界现在这样搞法 本来高盛觉得 就是 这个 还有三千亿 中国商品 会不会被征关税呢 本来高盛认为 加征关税的机会 只是40% 现在转体了 他认为 加征关税的机会率 是到60% 摩根士丹尼一直都看淡的 就认为 这次很大件事的 一定会搞到 两国经济衰退 现在中国经济 固然下来了 因为PMI官方跌到49.4% 是吧 美国都不好受的 美国就不需要等官方数据 因为美国的人很醒目的 那些资金 醒目资金 流去债市的了 现在十年期债息 跌到两来一了 利息倒挂的问题很严重 衰退的时候的情况 而两年期债息 就会跌到 1.4% 这个水平 大概现在 还要再跌多半厘 所以说 整体的资金 全部都会由股市 流向债市 流向债市 那怎样呢 十年期债息 现在你都见无底深谈的 2.1% 2.1% 跌穿了少少 再跌 要跌到1.75% 不要想着要很久 你看看它跌的速度很快 这个2.4% 都还是5月底的事 那今天现在6月初 6月第一个交易日 已经跌到2.1% 如果再跌多 大概三十几个点子 不是很多 是很快的 那美股又怎样呢 美股已经头肩顶 杜瓊斯指数 都可以很快 量度跌幅 23,700 很快会到的 23,700 到23,900 左右 根据你这个 是斜还是不斜 没有所谓 差一点 如果 这里 是不是代表跌完呢 都不是的 守不住的话 不排除回到去年那些低位 去年那些低位 是这里跌穿2.2% 很恐慌 所以港股呢 现在暂时第一站 然后呢 都还是有机会再下跌的 那现在的市场呢 真的比较担心的 有少少开始呢 避险情绪越来越高 再恐慌性呢 开始越来越高了 那现在你看这只黄金呢 上个星期五 升穿下降跪之后 今天呢 再上 再上 去到真的去到 升穿1300 去到1314 那这个下降跪突破了 有没有机会冲上来 然后破顶呢 我觉得有机会的 1350 这个位置有机会 升穿的 现在的形势比较恐慌 那当然啦 香港来看呢 都还有一些落土的 那 譬如今天来说呢 就是内地说 發5G牌 那所以呢 一站5G相关的股份 有一些弹一下 是吧 好像788 好像763 好像941 都弹一下 那市场最关心的焦点 今天就是领展 都弹2% 是吧 那图中所见的一条 是50天线 50天线 一路都顶住 如果持有这一条 那就用50天线 作为这个 短线止站位 如果不跌穿 又继续 都还可以持有住 便宜不便宜 就一点都不便宜的 比较贵的 但是呢 那些资金 会涌向这些防守性股份 也是真的 都允许那些金 那些金都没有息 是不是 那允许那些 虽然低息 但是都有2厘多3厘 的话 都叫做好过没有息收的 所以现在呢 这些仍然会受惠住 不过呢 就要看着这些 50天线 作为这个防守的准备 好了 今天分析是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